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這條影片是晚半拍的 很多人都拍過的 《Assumptions about me》 突然想知道在這麼多觀眾的心目中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就在IG收集了問題 應該是最遲拍這條影片的人 看完大家的《Assumptions》之後 我就覺得自己覺得它對不對 好像太主觀了 今天就找了一位嘉賓 沒錯 我今天的身份是裁判 還有《Assumptions about me》的發言人 沒錯 所以事不宜遲就看一看 然後他就幫忙去判斷 大家說的東西對不對 照眼看我是收集了 超級超級多大家的《Assumptions》 大部份都是說我 很正面、很開朗、很活潑、很樂觀的 普普通通 你不會算是樂觀的人 你是什麼都很擔心的人 我是什麼都很擔心的嗎? 好像是 我覺得自己很樂觀的 一半一半都是 都可以這麼說的 但出了你認知範圍 你會很放鬆的 我不是一個淡定的人 但跟樂觀、開朗、活潑 應該沒有關係的 這三樣東西我覺得我算的 那都... 開不開朗呢? 開朗的 活不活潑呢? 活潑的 好像我迫你那樣 我覺得相對於他 我是活潑的人 那也是 我是那種跳跳窄的人 是啊 什麼跳跳虎 喜歡戶外環境的 一半一半 我覺得我不是很喜歡戶外 但我不抗拒戶外 你因為養了Chopper才喜歡戶外 都不是的 我以前都喜歡去沙灘 然後我去旅行都是喜歡陽光與海灘 但是我都很喜歡商場的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半一半的 對,我選吧 好啊 如果你看到一些是 蛤? 可以讀出來 這個好啊 我覺得我很勤力 很努力 身材很好 我也是的 勤力來說你也是的 對,身材OK 我覺得身材 因為很多人都說的 身材好啊 大波啊 索色呢 索色就一定不是的 對 我會形容自己為一個 豐滿的人 但是身材好就真的不是的 我的肚腩和我的胸是一樣大 我覺得身材好是玲瓏浮得 我是沒有的 純粹我自己是覺得 豐滿 有肉的 也是的 報喜不報憂 不想人擔心 可能會藏起自己的不開心 哇,這個錯了 哈哈 我一有不開心 我就會周圍跟別人說的 我是不會太藏起自己 除非是我覺得沒有人可以幫我開解到的問題 我就會截了 因為大家在Youtube或者IG 我不會把一些很私人不開心的情緒放出來 應該是要說很熟悉的朋友才會看到我這些負面的情緒 但是他們會經常都看到 哈哈哈哈 片開就看到 我是大起大落的 我是很容易很開心 但是也很容易有些東西就會有些不開心 然後我跟三個朋友說完 可能跟三個朋友說完 我就會開心那種 哦,真的要樹洞 對,對,我很需要樹洞 很喜歡吃東西 也是的 你喜歡吃好東西的 嗯 整天看我推介食物都好像很好吃 餵食 樂觀 我不覺得我是餵食的 因為譬如有人開零食的時候 我不會突然走過去說我要一塊 譬如你吃宵夜的時候 我又不會突然走過去說我要吃宵夜 首先我不是很吃宵夜 不是,你又一次兩次在這裡買宵夜 在長州餵宵夜 我都說不吃的 你問我的時候 我純粹是喜歡找好東西吃 我會說你是喜歡找好東西吃 對,是貴食的定義 對 但如果你平時沒有興趣的東西 放在嘴邊你都不會吃 我家裡放了所有的零食 我是完全不會開的 這個 男生朋友多過女生朋友 跟異星 好玩得好 跟什麼人都相處到 不熟都可以聊到 這個是兩段事 那你哪個部分 後面那部分是對的 真的跟什麼人都相處到 我真的試過跟陰星人聊到 她早中十八代 現在姨媽姑姐做什麼 住哪裡 全部都知道 所以我是一個很懂得 怎樣跟陰星人打開話題的人 但是男生朋友多過女生朋友 這件事 一半一半 因為我應該是男生朋友和女生朋友 一樣 對 我也覺得是 不會說哪個比較多 對 跟異星玩不玩得好 要看哪一種玩得好 我是兄弟那種玩得好 就是BuddyBuddy 然後喝酒一喝吧 但不是那些 哥哥 然後有那些 契哥 或者是 你幫我喝酒 我不是Guddy人 我是那些一喝酒 喝吧 對 對 我自己也有搭配那些 對 會喝別人的那些 通常我跟他們的女朋友 老婆都會玩得好 他們不會介意我去接近 我是男生 就是跟男生朋友的時候 我就是男生 跟女生朋友的時候 我就是女生 都是的 這個也有幾個人問你 說你存不到錢 這個你應該未必知道 我們財政很獨立 那你覺得我存不存到錢 Berryman 應該也存到的 以我所知 因為你的帳戶是要有正數的 每個月 不是 那隻正數 是有增長的正數 對 對 因為大家看到鏡頭 我買很多很多東西 當然為了拍片 我真的要買很多東西 否則每條片都是下落去去 但是 我自己就會覺得 我收入多少 可能我會撥 一部分是一定要存錢的 然後其他剩下的錢 就是那個月的開支 那我怎樣去分配呢 買東西買多少 出去吃飯吃多少 我買多了就會吃少了 那我之前也拍過一條 關於理財的影片 大家可以看的 不如這樣說 如果現在我要去歐洲玩一個月的話 我可以馬上出發 有這個存款 對 好 還有養了Chopper之後 我們也有一個基金 對 Chopper基金 所以有幾個方向的存錢 好了 講到這個存錢那裡 那裡就有人說你是一個購物肉強的 和精明的消費者 購物肉強來說 我覺得也是 簡直是不得了 我每一天都有東西想買 沒錯 我和她的購物肉是兩個世界的 我是每一天都買東西 你買了多少東西 沒有買了幾件衣服 鞋子 就沒有了 現在去到十月了 她真的只買了一毛十件衣服 都沒有應該 你買了幾雙鞋子 兩雙鞋子 很強而言我是認的 精明消費者 一半一半 我不覺得我經常性都很精明 一時時 如果那樣東西是我很喜歡很喜歡 一看到我馬上要買的話 其實我都是那種 一直衝過去買 馬上下單 跟她說的人 然後如果那樣東西是 我覺得 我也有點想要 但是我又未去到位 一定要的話 我就會開始合格 但如果她是最後一件貨品 如果她是一個很貴的東西 她是最後一件Display 我不會買 多貴我都不會買 多喜歡我都不會買 我和你不是買一些三塊文 可能是一些食物 看到問試不試 那你通常會說 最後兩包我都買完了 即是說你有主見 還有會為人設想 精明 有自己堅持的處女座 她應該真的處女座 會稱讚自己 沒錯 也是的 有主見也是的 為人設想也是的 也很為朋友設想的 是嗎? 我經常覺得自己很像意思的 我會覺得自己是會想自己 但你也很為朋友的 嗯 但我不為你的 那當然 我跟她之間一定會選自己 沒錯 她真的遷就我 沒有什麼脾氣的人 哇 大家被騙了 沒有脾氣的人是她 她是完全沒有脾氣 我是超容易嚇臉的 沒錯 我覺得我是 我的朋友都知道 可能很熟悉的朋友 就會知道不要踩什麼界 但是看到我這些脾氣的人 都一定是很熟悉的人 我對於不熟悉的人 就 很假 哈哈 即是很世界 我對於不熟悉的人 你怎樣得罪我呢 我都覺得是無關同樣 因為她不會得到我 她在我的世界 我有兩個世界 一個是外圍 一個是內圍 我只會是內圍的朋友 去做了些事才會令我發脾氣 整一次到 整一次到的人 我覺得現在好了很多 因為如果我和你出街 我一定是早過你 最少三個字 但是我沒有遲到 是你早到而已 也是的 因為我和你很少約實時間 對 可能會出門口告訴你 但是和朋友約的話 以前 我以前是一個遲到大王 以前是約1點 我1點才出門口 也是的 真的 我中學的朋友都是這樣 我真的自從認識她之後 所以我就變成了一個準時的人 是一個非常好的改變 精力旺盛的人呢 你覺得我是不是 精力旺盛的人呢 精力旺盛的人呢 也是的 因為如果和你出街 通常都是我會 而且她躺在床上 我就會在旁邊 很悶啊 不如出去逛逛 我想出去逛逛 我是不喜歡 困在家裡的人 對 所以如果這樣算的話 我應該精力旺盛 而且可以玩到很晚 可以很早起床 以前更厲害 現在老了 以前是不用睡的 這個很搞鬼 一時時 我覺得都可以的 有點鬼馬的主意 對 我覺得工作的時候 我不是搞鬼 我很認真 但平時應該都是一個 開心果那類 會不斷說笑話 然後哄人笑話 那種 但我覺得搞鬼來說 她比較搞鬼 你是冷面笑張 突然說了一句話 你是全場笑的 立即有另一個留言 說你很吵 不是 有什麼人說我很正的 真的 有什麼人說我很正的 這裡 我是很吵還是很正 你很吵的 我是絕對很吵的人 對 例如一大群朋友不說話 你應該會是 CARRY全場 對 三個小時都是我的聲音 還有我的聲音是隔壁都聽到 我是可以叫到隔壁 很清楚聽到我說話的 對 那靜的話 會不會有靜的時候 靜你是做事的時候靜 對 我是完全要靜音 即是有任何聲音 我都不喜歡 剛才有人說你喜歡小動物 其實那個是我 對 我都算是喜歡的 但是沒有她的程度那麼厲害 對 雖然很多人說我有愛心 對 我覺得算的 都算的 對 這個自己贊自己 我是有愛心的人 對 我會在街上看到一隻小狗 我會很擔心她是否走失了 然後主人不知去了哪裡 我會留在這裡陪她 都會的 我都會看到有時候狗自己走 會跟著她一陣子 之前都是跟著主人 我也是跟著主人 走一段路 對 我們兩個都是這一類型的人 這個我都想問 你覺不覺的 天下跌下來當皮靈 我是不是這種人 你又不算的 那些 遇到問題可能睡不著那些 都是的 對 不會樂觀到睡醒了才算 對 失戀你會不會不睡覺 那些 要看那個戀有幾傷 對 我有試過是睡不到 吃不到 受了很多的失戀 我也有試過在失戀之後 出去喝酒 自由戀 那種 我也有試過 你呢 你失戀是怎樣的 通常都醉了 哈哈哈哈 就算那些朋友失戀找我 我也是叫她喝 所以我失戀也是喝 對 對 通常做到的都是這樣 我不是很喜歡我 而且我說的東西很理性 啊 對啊 她那天說話很理性 是很怕人真 是啊 實戀的人是不會喜歡聽的 是啊 你要檢討一下你自己 通常說話是很傷的 那就不說了 喝酒 對 所以為什麼在家裡這麼多酒 當然 沒錯 應該差不多了 是不是一個混合 呃 某一段時間 其實我是有螢幕的形象 都不是的 只不過我不開心的位置 通常覺得沒有必要大家去承受 所以在螢幕前大家都一直看見我的開心 是平時70%的我 對 我有30%的不開心 從來沒有公開過 應該是這樣說的 經常都打我 在鏡頭那邊 哪有 會報警的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輕鬆鬆和大家聊一聊 可能會了解我更多 Zero 也會了解你更多 應該了解不到我 很神秘 好了 在這裡 我們要跟Chopper走走走走走走走 他已經等了很久了 好了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好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為何經常人喜歡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錄了兩條新影片 和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的十二點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